今天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正式在任命本黨三位一級主管 這三個部門的主管就任 那也代表著民進黨所有單位的一級主管 全部到齊 今天蘇貞昌主席任命了 中國事務部主任是洪才龍博士 民主學院的主任何博文 以及青年部的主任張機長 洪才龍博士 他現在在清華大學任課 所教授的就是中國研究 洪才龍博士 他過去學術背景 專長就是區域的經貿 所以在目前 本黨即將推動的兩岸交流 洪才龍博士 他的經貿專業 可以說是釋財釋鎖 是最好的一位人選 他是中興大學的經濟研究所碩士 他在歐洲 在德國拿到國際經濟關係的碩士 在奧地利拿到經濟學的博士 在學術領域 在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研究 他是經濟貿易區域的一個專才 所以說 洪才龍博士是最適當的人選 他過去也經常在媒體 發表兩岸問題研究 以及國際經濟貿易 他的看法 他的文章也深受各界的肯定 今天他同意接受蘇貞昌主席的委派 也在今天的正式道論 成為民主進步黨 中國事務部的主任 也在這裡向大家做 以上的補充報告 主任 同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